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套真题的translation部分 那么这一次这个translation呢 考察的这个难度啊并不是很大 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你要茶还是要咖啡 这样子的一个中西方文化的比较 到最后是强调的这个还是中国文化当中的茶这个问题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这篇正文 你要茶还是要咖啡是用餐人常被问到的题目 许多西方人会选咖啡 中国人则会选茶 那么你要茶还是要咖啡这个不难翻吗 关键在这儿是用餐人常被问到的题目 我们说中文当中啊它可以这样子说啊 这个你要茶还是要咖啡它就作为一个主语 但是到我们英文当中去你说 然后直接加上去 好像除非你加一个这个什么dash 或者好之类的但是这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一个代词 把这个问题给替代了不就完事了吗 来说this is a question 对吧好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另外这边可能啊稍微要反映一下的是这个用餐人怎么说 大家想一下 我们平常会说dining room餐厅对吧 好diner这个词就是用餐 那么用餐人直接在后面加一个啊就可以了吗 diner 许多西方人会选咖啡啊 中国人则会选茶啊 这句话一点难度都没有 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要翻得稍微出彩一点的话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选择 英文的时候给它加一点小小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would you like to eat a coffee 注意一下啊 加一个this this is what diners often have been asked 好 many westerners favor coffee 你看它前面用的是favor while the chinese tend to choose tea 好后面是tend to choose tea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英文当中啊 中文多重复英文多变化 相传中国的一位帝王于5000多年前 发现了茶并用来治病 在明清期间茶馆遍布全国 同样不难 相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it is a sad that 对吧 好帝王这个词叫做emperor 治病怎么说 治治疗叫做treat 对吧 treat 好 病你可以说这个disease 或者说illness 好 明清期间 那么这边它是直接给出的这个表达 没有问题 茶馆遍布全国 遍布全国怎么翻 适当做一下语内翻译 什么叫遍布全国 就是在全国各地都能怎么样看见 都能找到 OK问题解决 it is said that over 5000 years ago an ancient chinese emperor discovered the tea and used it to treat illness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注意一下 抄的时候 大写 不要忘记 teahouses 注意一下茶馆 是一个词 could be found out of the country 或者could be seen out of the country 都是可以的 遍布全国 饮茶在六世纪传到日本 但直到十七十八世纪 才传到欧美 看到 直到什么什么 才马上想到一个连词 叫做until not until 好 传到日本就是啊 introduce to japan 如今 如今茶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之一 没有问题吧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茶是中国的民族饮品 也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边很容易想到一个结构叫做 not only but also 对吧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饮茶叫做tea drinking 把它这个主语嘛 所以要把它变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the 6th century but it was not introduced to europe or america until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好 注意一下这个结构 not until 并且 十七十八世纪 多少世纪的说法 看一下啊 这个17th and 18th 注意后面加 as centuries nowadays te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照超beverage beverages in the world 好 下面一个结构 not only but also and it's not only 好 民族饮品 民族的就是啊 national the national drink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这边翻译 如果做到这边翻译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 因为它的难度其实是比较低的 好 那么最后呢 因为是最后一套真题了 我们再来给大家 做一下我们这个翻译这个部分的总结 那么这边 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啊 这六个字叫做增减转换调整 什么意思呢 大家在做翻译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自己翻不下去了 不妨在脑子当中啊 想到我讲过的这六个字 我们来运用一下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啊 可能有一些比较累赘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把它减去 当然你要在保证这个忠实的基础上 如果说有的地方你发现 哎 这样子说我翻成这个英文的话 好像不好表达 那么你可以想到我能不能增加一些词 增加一些词 这是我们说的增减 第二个转换 什么是转换呢 转换这边主要跟大家强调两点 第一个是词性上的转换 因为我们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中文是偏动态的语言 英文是偏静态的语言 有一些在中文当中出现的动词 你在转换成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不好翻译 不好解决的话 我们不妨想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动字 给它转换成一个名词来处理一下 好这是第一点 我们说的转换 词性上的转换 第二点呢 叫做视角的转换 什么是视角的转换 我们中文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比较多的主动的表达 那么你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适量地想一下 这句话 也许它可以不用 没有出现这个很明显的主语 那么我就用这个被动 这是视角上的转换 这是我们说的转换 第三个是调整 其实调整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一句话 你发现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中文当中 可能时间地点它要放在前面了 那么我们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一般是把时间地点 把它后置的 语序上的调整 是我们一直会做的事情 所以说 这六字翻译原则 大家一定要牢记 叫做增减转换调整 非常好用 这就是我们要呈现给大家的 所有六套四级真题 好 预祝各位考试顺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